2011年8月的一天,广西南宁市的五项广场人山人海 这里正在举办一场声势浩大的贫困学子助学慈善活动 当时在场的几个受捐助的贫困学子代表感激提林 上台面对众人发表了一通感谢捐助方的讲话 面对今天的活动,本次捐赠活动的发起者林永海十分满意 他也上台简单简简单单的和众人客套了几句就走到了后台 这时候,后台来了两个穿着警服的人 他们对林永海亮出了正见道 今天我们过来,你应该知道是什么事吧 我们找了你18年了,跟我们走吧 那么,这个林永海到底是什么人 18年前他又干了什么呢 以至于让警方对于他如此的穷追不舍 本期的视频即将开始 各位新来的小伙伴可以多多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林永海原名邵迅 1967年,他出生在上海市的一个工人家庭 家里的老人原本希望邵迅上个学 到了年纪老老实实地进场子工作 可是邵迅心里却不这么想 刚刚18岁的邵俊赶上了风起云涌的80年代 在这个时期,遍地都是艰苦奋斗 成为万元户的励志小故事 再加上当时的上海地区是改革开放的桥头堡之一 各种商业活动和后物交易十分繁荣 而身为年轻人的邵迅 自然也不信这个些 他觉得自己如果在这个时候下海经商 一定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发一笔大菜 通过当时在上海社会上认识的几个朋友 邵迅听说现在有一种职业叫倒爷 这些人从苏联、罗马尼亚等 轻工业十分落后的东欧国家 用罐头香烟等等 一些东欧市场上紧缺的商品 换来大量的苏联军用装备 这其中有探照灯 有军用钢盔 也有军用武装袋 甚至听说有些手眼通天的倒爷 都能搞来苏联的军事勋章 和军用的飞机坦克 邵迅虽然听不太懂 但是他的潜意识告诉他 这些生意一定相当赚钱 毕竟这些倒爷卖的可都是 货真价实的军用产品啊 苏联的军工体系又这么发达 这些东西能不值钱吗 于是他找到了一个叫徐刚的北京人 希望他能带着自己进入倒爷这一行 徐刚是一个受过教育 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 他早年在学校学习过俄语 后来改革开放之后 徐刚又跑去苏联做过几年的生意 因此对于怎么跟苏联人打交道 徐刚是再熟悉不过了 不过当邵讯找上徐刚的时候 徐刚还是犹豫了一下 他心想着 干倒爷这一行门槛也不是那么低的 你这个小上海现在什么都不会 又没有钱投资生意 你凭什么就说自己想要加入我们的买卖呢 因此 起初徐刚面对邵讯的请求还是一脸嫌弃 后来徐刚因为进入了黑道 和地下赌场 以及黑社会团伙有着颇多的交集 加上岛爷这一行 确实也不是什么太能见得了光的行大 徐刚思考着 找一个懂上海话的小兄弟 帮着自己去和上海的岛爷们 接头和打交道 于是他一改往日的面孔 主动找到了此时正在社会上溜达 无所事事的邵讯 邵讯一听说 徐大哥居然同意带着自己一起挣钱了 他对于徐刚的要求二话不说 就答应了下来 从此 这两个人就结成了一对生意商的好兄弟 一天 跟着徐刚前往俄罗斯做生意的邵讯 正拿着卖货赚到的钱 返回徐刚的住处 而此时 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已经被一伙人给死死的盯上了 走过三巡之后 徐刚听到门外有动静 并让自己的小弟 邵讯前去开门 邵讯对徐刚自然是言听计从 可是 当他开门的那一瞬间 一把冰凉的匕首就抵在了他的脖子上 邵讯立马意识到 完了 是入户抢劫 他刚想呼救 却看到屋子里的大哥徐刚 已经被这伙人给控制住了 我警告你 最好不要出声 老老实实地把钱全部交出来 否则你和他都会死得很难看 劫匪恶狠狠地对邵讯威胁道 邵讯哪里见到过这个架势 他立马按照劫匪的要求 把身上的钱都给对方了 劫匪们拿着钱满意地离开了 留下了此时 在屋子里不断抽气的邵讯 和不知所措的徐刚 邵讯的内心十分悔恨 为什么自己会去开这个门 现在他身上的所有钱都被抢走了 这一趟跟着大哥一起出来 没挣到钱不说 现在连自己的上海老家都回不去了 兄弟别伤心 像我们这种在道上混的人 这种阵势可见多了 徐刚走了过来 胡琪坐在地上的邵讯 一边帮他擦了擦眼泪 一边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道 大哥 现在我们的钱都没了 这可怎么办啊 邵讯还是忍不住地哭泣 问徐刚道 在这个地方 俄国人的警察是不管用的 咱们干的本来就是刀头舔血的生意 既然他们抢了咱们的东西 那咱们就也给他抢回来呗 徐刚用最软糊的语气 说着最狠毒的话 直接把邵讯给听懵了 原本有些犹豫的邵讯 听了徐刚的一通蛊惑 最终还是决定横下一条心来 把原本就属于自己的那几万块钱给抢回来 可是到了地方以后 邵讯就自己傻眼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抢劫 来了以后直接给对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希望以此来洗清自己满身的罪恶 可是罪恶最终还是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邵迅在2011年还是落入了法网 当他被警方逮捕的时候 却露出了一副终于释怀了的表情 从他犯下案子的那一天开始 他就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这一天迟早是会到来的 最终邵迅被指控犯有十余起重特大抢劫案 涉案金额十多万美元 但是考虑到他被捕后认罪态度较好 且有些案件为被迫参与 法院依据刑法判处邵迅15年有期徒刑 他也算是得到了他应该有的惩罚 邵迅从一个想要发财的小伙子 变成一个嗜血残忍的抢劫犯 这既是他个人的悲剧 也是其他人的警钟 想赚钱当然没有错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 来获得合法的收入 可是妄图通过投机倒把 强血豪夺 来获得本就不属于自己的财产 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引火烧身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